台座云林麥寮六清廠 举办了独栽消防演练 除了员工包商及相关单位 共同参与之外 还找来了特效化妆师 而其中一名男消防员 他扮演开放性骨折受伤的包商 满腿鲜血糖浆 还引来了大批蚂蚁爬满腿 也不为所动 演练是相当逼真 六清廠内大量厌务弥漫 两名工作人员摊在地上 腿部受伤哀嚎求救 另一边的救灾人员 紧急抢救伤患 剪开伤患衣物 接着以大量的清水冲洗 避免毒物在伤患身上残留 不少伤者等待救援 甚至还有小腿骨折的伤者 伤口上爬满蚂蚁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不过不免怕这只是演习 蚂蚁大军是被涂在脚上的 鲜血糖浆吸引而来 爬满扮演伤者的消防员身上 尽管脚养难耐 消防员依旧不动如山 即是扮演昏迷伤者 也让资深员工忍不住说 这演习太经典 逼真让民众可以感受得到 真正的不怕在惯例发生的话 受伤的民众就是脸色状况 让他们能够更逼真的看得到 28号下午台所云林卖寮六清厂区 假设厂内发生了 丁二锡泄漏的公安意外 爆炸后造成多人轻重伤代救 为了拟针找来特效化妆师 帮伤坏化拟针装 除了我们自成发生事故碗之外 那它的上游跟下游的部分 也希望说可以来做一个应变 一个模拟的部分 而不是一个单一个产的模拟 这场演习不仅测试厂方 以及相关单位的救灾应变能力 也在过程中培养救灾的奋公默契 记者郭真一云林采访报道